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自扎塔里难民营 慈激志工协助到约旦安曼的医院就诊 小女婴安稳地在爸爸怀里熟睡 先天性宽关节发育不良 双腿打上了石膏固定 促进骨骼重塑 穿着志工背心的哈利德 是慈激照顾户 现在用已公代证的方式 在医院陪伴难民患者和家属 23岁的欧马逃难过程 遭到射伤的左腿 5年8次手术也不见好转 慈激补助七成费用再次动刀 每一张孩子的医疗识别卡 都是一个援助 一份祝福 大海新闻 真上美志工陈济辉约旦报道